無計可思全北戴河習近平抓到誰罵誰 共軍再次對台灣軍演威脅美國發聲 針對中共日本修改土地法 北大新聞碩士劉校造食堂阿姨引發熱議 高空目擊UFO美國航空機長拍下畫面 大家好今天是香港時間8月21日 歡迎收看新聞熱點我是王曉祥 提提大家我們的節目除了在Youtube播出外 還會在《乾淨世界》這個新平台播出 網址在影片下方這個地方 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中國經濟目前觸手可及都是陷入困境的跡象 地方政府新陷債務泥潭 房地產泡沫破裂 還與美國及其盟國緊張關係不斷升級 西方對中國產品需求下降 投資疲遠 出口低迷 問題一一引爆 當局卻已經無計可施 繼恆大 碧桂園等房地產巨頭爆發嚴重財務危機後 知名地產商SOHO中國也爆出財務危機 而知名地產代理深圳中原就租欠40億佣金 華爾街日報分析 之所以造成這種局面 中共近期推行的政策難持其咎 還有習近平身邊都是共產官僚 難以重振經濟 例如中共央行行長潘工姓急速升遷 半個月來 中國金融界不斷傳出壞消息 包括金融巨頭中籍集團爆雷 同恆大集團在美國申請破產保護 美國經濟學者黃大衛分析 潘工姓的一個標籤是作為問題解決者 它突然升遷 是目前遇到中共嚴重問題的一個側面證明 恆大和地方債務都反映出中國 無論是民企還是地方政府 都是靠著一個不斷從銀行借債 來維持經濟繁榮的路徑上奔走 這樣就導致不斷積累這些金融性風險 這是中共經濟結構和金融體系之間矛盾導致的必然結果 旅澳歷史學者李懸華指出 中共面臨的這個金融險象還生 是多年以來的經濟問題都壓到今天 全面反映出來了 這個時候再做一個擺樣的官員 或者只會點頭黑腰的官員 是無法完成這些使命 目前社交平台各種傳言滿天飛 據推特消息爆料 今年的北大河格外不平靜 習近平在北大河會議期間 已經陷於極度緊張的狀態 將官員一個個找來 從一眾常委開始一個一個訓話 總之沒有一個有用的 然後抱怨前任鄧小平、江澤民、胡錦濤等人不負責任 留下爛攤子 還有銀行、房地產開發商、官僚將國家逃空 留下一堆債務炸彈等等等等 儘管全民無法證實 但有分析指出 獨裁政權仿佛一夜之間失去定力 突然中半親離、走投無路 時事評論員藍術表示 今年的北大河會議 肯定是在解決習近平現在最頭痛的問題 實際上是中共現在所面臨的對內的經濟問題 和對外的和西方世界的關係問題 這兩個問題肯定是他的核心 希望赤星TV粵語節目主持人石頭就認為 以上只是傳聞無法證實 但習近平確實是壓力山大 雖然有可能因為經濟沒有起色會罵人 但核心問題不會改變 外界都覺得很奇怪 為何當局不出台更有利的刺激經濟的措施呢? 石頭認為 其實中共關心的就是共產黨本身的政權 也就是黨的安全高於一切 它不會由於經濟問題、水災問題 放鬆它最關心的政權的安全問題 保護黨的安全、黨的權力 其他一切都是為黨服務的 近年來從武漢封城到嚴格的清零 到後來的完全開放 再到水災的人禍 哪一樣不是為了保黨的呢? 對於中共來說主要黨的政權保住了 什麼都好辦 至於老百姓如何 中共不需要過分擔心 都是中共血肉長城的一部分 對於中共來說民眾的付出是必須的 無論上述全民是否屬實 半年來中共內外局勢惡化如此之快 如此之心已經是不爭的事實 也都出乎所有人的預料 專家說中國的整個經濟狀況 整個大環境讓人擔憂 所以它不是一個人 或是一個所謂專家所能扭轉的 中共只能眼白白看著整個經濟形勢 金融形勢崩潰 在台灣副總統及2024年 台灣總統大選領跑者賴清德過境美國後 8月19日 中共軍方又在台灣附近舉行軍事演習 美國國務院對此發聲 要中共停止施壓台灣 並表示將持續密切關注共軍演習 也有專家認為中共今次軍演 也與美日航峰會有關聯 台灣國防部表示 自19日上午起 已經發現42架中共飛機 和8艘船隻參與台灣周邊演習 26架中共飛機飛越100公里闊的台灣海峽中線 或該線兩端以外的區域 幾十年來這條線一直是兩國軍隊之間的非正式屏障 中共口口聲聲說 這是對台獨分裂勢力與外部勢力勾連挑釁的警告 而美國國務院發言人同一天做了回應 在一份聲明當中敦促北京 停止對台灣進行軍事、外交和經濟施壓 而應該與台灣進行有意義的對話 國務院的聲明還說 美國將會繼續密切監視中共的演習 台灣國防部更加是嚴厲譴責中共不理性的挑釁行為 明確表示 國軍全體官兵嚴陣以待 持續加強戒備 派遣海軍空軍兵力應對 地面部隊保持常態 加強區域聯防 強化防空及特化狀況應處 根據軍民社公布的畫面 海軍填單艦官兵 持續監控共軍隨舟艦 另外 空軍經國號IDF戰機飛官 也執行起飛前檢查 並緊急起飛前往攔截共機 台灣國防部表示 有能力、有決心、有信心確保國家安全 台灣國安研究院國防戰略與資源研究所所長蘇紫雲認為 今次演習中共依賴清德出訪作為藉口 實際上是對於美日韓大衛營峰會 重申台海和平重要性宣言所作出的反應 在中共今次演習前 拜登和韓國、日本領導人 才剛在大衛營舉行三國領導人峰會 同意深化防務和經濟合作 同時重申台海兩岸的和平與穩定 是國際社會安全和繁榮不可劃決的重要因素 可見中共對美日韓聯手支持台灣既老火又害怕 近日日本農水省修改土地法要求買方在購買日本農地時必須申報國籍 日本教授表示中國人在日本大量購買農地的現象令日本人憂心 長野願立大學田村秀教授指出 今次的法案修改雖然不止是針對中國人 但從過去外國人購買日本農地的情況來看 買方當中很大比例是中國人或有中國背景的人 而這些人購買農地的目的並不為人所知 這樣使周圍的居民心感不安 因此在某種意義上說 被完善的這個法案有針對中國人這個因素 在日本如果周邊的鄰居身份不明 安全上日本人會感到威脅 精神上也會造成不安 田村秀教授表示 中國人在北海道等地的軍事基地周圍購買了大量的土地 這樣也讓日本人擔憂日本的軍事機密是否會被盜涉 田村秀教授說 對於一個國家來說 各種機密對軍事基地來說是非常重要的 而中國人特意在日本軍事基地周邊購買土地 自然會讓人懷疑其身份是否為間諜 萬一中共將土地所有權歸為國家所有 這樣將會對日本的安全保障構成潛在威脅 他認為除了農地 日本的山林和水之原地也在被外國人購買 如果這些地方被亂開發將會帶來重大隱患 在中國普通人是沒有權力擁有土地所有權 日本政府也可以效仿中共的做法 強化中國人在日本購買土地的限制 近日一名北大新聞專業女藉士留校做食堂阿姨的消息 引發大陸社交媒體有關就業難、學歷貶值、新聞沒用等話題的關注和爭議 這名黃女士在互聯網發文說 自己是北大研究生、讀的是北大新聞系 畢業後留在北大食堂工作 他介紹自己十年前去長沙讀書 後來一直考到北京的學校讀新聞傳播專業 又成功保重北大研究所 十年後他找到了人生的新方向、新事業 先從食堂阿姨一步步做起 他形容自己到食堂賣飯 更加似是命運的子彈正中微心 黃女士還告知 這份工作沒有編制和戶口 人工和食堂效益也並沒有太大關係 做好這份工作是出於對事業的尊重 到今年7月正式工作滿一年 並下定決心從民原轉綱成管培生 18日這條新聞一度衝上百度熱手榜首位 網友熱議這是大財少用、人財浪費 也有些人認為在嚴酷的就業形勢下 這樣選擇也不失為聰明的做法 爭取最後入編制 另外有網友指出 這個崗位待遇實際並不差 甚至還能享受北大職工的福利 但也有陸媒說 很多人沒有搞清楚什麼是管培生 其實他做食堂阿姨是管培生必須經歷的環節 以便未來更好地從事管理崗位的工作 但不論如何 由於中國經濟放緩 大陸年輕人就業越來越艱難 高學歷低就業已經是普遍現象 2020年 美團發布的騎手就業報告顯示 在近300萬騎手當中 90後佔據半壁江山 其中更包括6萬名研究生和17萬本科生 今個月中共當局宣布不再公布青年人失業數據 並認為青年人失業率太高 已讓中共當局感到恐慌 此好掩蓋數據 美國某間大型航空公司的匿名機長透露 他最近在飛行途中目擊不明飛行物體UFO 還用手機拍下UFO的相片和畫面作為證據 這宗目擊事件已在社交媒體上廣為流傳 這名民航飛行員將他在7月份 直行時經歷的UFO目擊事件 告知美國海軍退役飛行員格雷夫斯 而格雷夫斯也曾在服役期間目擊UFO 並在今年7月26日在美國眾議院召開的 UFO公聽會上作證 該名大型航空公司的機長 提供了影片、提供了相片和畫面給格雷夫斯 都是他在北斗七星的底部拍到的 這名機長駕駛的是空中巴士 A320或321飛機 上個月從多明尼加共和國飛往美國紐約時 大約飛行一小時後 在9754米的高空看到一個非常明亮的物體 距離大約129公里 但他在飛機的空中防撞系統當中 並沒有看到這個物體 幾分鐘後他又看到兩個圓形物體 一個會發出白光 另一個沒有跟他的邊對飛行 只是在地平線上飛行 距離他大約有222至370公里 機長說這個物體會發出 好像星光一樣的光線長達幾秒 接著變暗幾分鐘然後又發光 在接下來的2至2.5小時的飛行當中 一直看到這種情況 機長當時用手機 拍了一段7分鐘長的畫面 並正與其他航空公司的飛行員進行對話 另一家航空公司的飛行員告訴他 他們在10973米的高空也看到相同的景象 而他們的飛機在該名機長駕駛的空中巴士前方 大約741公里處 機長用手機的夜間模式拍攝了大約30張UFO照片 效果很好 其中一張可以清楚地看到一個物體有發光 另一個沒有發光 他們都是圓形的 自從他分享了UFO目擊事件之後 有其他美國大型航空公司的幾位飛行員聯絡了他 而且分享他們的類似經歷和他們拍攝到的畫面 今天的報導就到這裡 如果你喜歡我們的節目 請留言、點讚、分享和訂閱 我們下次再見